請問你機會在第二回合請自立 A 選定 對 這個有點想得久了一點 對 雖然我是防曬控 但是真的PA跟SPF會搞不好 但我選A的原因是因為 SPF它有很多的係數 有30 50 60啊等等 所以感覺這個數字越高 反而比較容易適合這個室外 然後PA它就是用加嘛 加來表示 所以如果是用加來表示的話 它就是頂多三個加五個加 感覺比較適合在室內 沒有陽光那麼大的環境 你看看 它不知道能掰這麼久 不知道都可以掰這麼久 看它多厲害 我們要為我們的答案 找一個說法 是不是標示PA的產品就可以了 來 解音解交 拜託啊 要答對喔 答對了 漂亮 很好 好 跟大家說 紫外線裡頭會傷害我們肌膚的 包含了UVA跟UVB 那如果呢 這個它的防曬乳上面寫著PA 它可以防的就是UVA 如果它寫的是SPF 它要防的就是UVB 照理來說 我們一般在戶外的時候啊 就要擦有這個SPF的 因為呢 它是這個反射到地面的紫外線 所以它很容易會傷害到我們的皮膚 甚至會讓我們容易會有皮膚癌 但是如果你在室內 也千萬不能夠輕忽 因為其實呢 那些陽光還是會照射進來 就算是陰天跟雨天 都還是有可能 會造成我們的皮膚的傷害 而且呢 UVA它如果穿到我們的皮膚喔 它是會進入到真皮層的 因此呢 你在室內也要擦 有PA的防曬乳喔 來 看平行為那麼好 來囉 戴湘怡同學 一萬在 不能提示這位置請選擇 邏輯錯誤 我快胡了 我說不能提示 那女意氣不錯喔 請出下一題 來 睡不飽可能會拿霧 研究指出 誰比較容易會受到 睡眠障礙影響到工作的表現 A 男性 B 女性 那A 鎖定 妳怎麼不把女性端出來呢 因為我覺得我們不會啊 我會耶 妳會耶 應該是我覺得 因為女性她在先天上面 神經反應本來就比較細膩一點點 所以就算是睡眠不足的狀況之下 她還是可以用很多先天的條件去 去Cover 但是男性的話 我覺得他們神經就比較大條 所以只要一旦睡不好的時候 應該會更有腦霧的狀況發生 妳太推崇女性了 妳不覺得那些 那些有生了孩子生寶寶的那些 父女同胞們 她們睡眠障礙 睡眠的品質不好 影響得可懼耶 是啊 這是影響 但是我覺得這些影響是 情緒上面的反應 應該只會在家庭 但是如果在工作上面的話 分得那麼清楚就對了 我覺得 我覺得女性會很叮驚 叮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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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答對一舉手 還好 三對三 我舒服多了 還好一半一半的 陳怨婷 叔叔妳的想法 我覺得以我個人出發 就是女性急需要睡眠 當然人類都急需要睡眠 但是女性在睡不飽的狀況下 就是會情緒陷入一個 極度憂鬱狀態 就是生理就會影響到心理 然後心理又會影響到生理 然後影響到整個工作表現 包括剛剛就是誠哥講的那個 家庭生活也會 對 是吧 對 連鎖效應 蝴蝶效應 成哥是受害者嗎 對 成哥看起來 起 介紹 刺激了 好 一般來講 我們的工作記憶跟短期記憶 是在同一個位置 那一旦睡眠不好的話 很容易會影響到 我們工作記憶的表現 也就會影響我們的推理 決策的這些能力 那一般來說 從這個研究看得出來 女生睡不好的時候 在工作上面的表現呢 影響程度是大於男生的 可能因為我都不會受到 睡眠不足的影響吧 是 所以我自然而然就會難醒 對 合理 沒關係 妳休息一下 好 好不好 好 月婷姐 終於輪到我們了 加油 好 開張了 終於 天啊 我這麼以為開張聖門 我一定會等好久 請 助理 聽不看清楚啊 職場上需要跟不同的人 進行溝通交流 以下哪一種性格的人 在工作上比較容易溝通 A 展現脆弱的人 B 善於表達情緒的人 B 善於表達情緒的人 比較容易溝通嗎 我的答案是B B 小鈴 太合理了 等一下 剛剛也是說太合理了 然後我們就 以下哪一種性格的人 在工作上比較容易溝通 這種人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剛才看了很久 是因為在工作上 比較容易溝通的話 是善於 善於表達情緒 但如果說是在其他交際上 容易溝通 我就會選A 不好說 好啊 請你揭曉 不好說 好 這就是非常有趣喔 你知道嗎 當你在外人面前呢 展現出你壓力很大 而且你的情緒很脆弱的時候 反而是一個讓人家 最容易對你產生好感的時候 重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他覺得你把你的弱點 願意暴露在他的面前 所以當他想跟你一起合作的時候 他反而會覺得你值得信任 而且你真誠 因為你把你最弱勢的一面 讓他看見了 所以他會更 除了有一種那種同理心 而且他還會願意去幫助你 所以也更容易 締結出合作的小量 燕 燕 妳再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 這集 繼續 欣營也等一下 好 很快就回來了 好不好 想趕快壓一下 林亮君準備 請一出下禮 拍照記錄生活 已經是日常習慣了 但是有研究發現 使用手機連拍 對於記憶會產生什麼影響 A 損害細節記憶 B 延長美好回憶 手機連拍 我的答案是A 索麗 妳覺得損害了什麼記憶 就是可能在某一個 某一個 0.001秒的時候 大家的表情是最美的啊 然後連拍的話就是 就 就是會失去很多細節啦 我就覺得 這我才覺得怪 連拍其實 短短的那一兩秒 你知道 它反而沒有變化 但是連拍 因為我自己的習慣是 就是連拍的話 其實我最後只會留一張下來 我會把其他全部刪掉 所以 就是B的選項說延長美好回憶 好像 就是至少對我來說 好像也沒有這樣的效果 來 記住 好快樂 好 當我們呢 在拍照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你到了一個風景區 然後呢 你一直專注在拍照 你都沒有辦法好好感受 那個當下 記住的那一個氛圍 從你的五感當中呢 共同去記錄它 你可能會覺得說 反正我在拍了 而且我拍非常非常多張 我可以回去再好好的回憶 所以那一些印象呢 反而會讓你的記憶的細節 變得更加的模糊 來 婷筠姐 還是一百到一萬 一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不在台中 在台北 差兩個0 天啊 我的天啊 好 42秒 快點有三題 快點有三題 好 10秒不到就位置掉了 就沒有了 兩拳加油 請出下一題 德國人曾被評論家點出 是不在意時尚的國家 這張指出 德國人更在意穿著的什麼元素 A 價格 B 使用性 我的答案是B 水 你不想認為是價格對吧 對 因為 我知道就是 我覺得德國人 就是 不知道 德國人給我的感覺就是比較 一板一眼 勿實 對 然後拘警 對 然後所以我覺得他們可能在衣服 或者是穿搭上面他們講究的應該就是 對他來講有用的人數 所以其他的部分他可能都不在意 這樣 請 請 漂亮 恭喜 好 其實呢 德國人真的非常在乎使用性 從他們製作出來的產品就知道 耐用非常的重要 但是美不美乖 反而是在其次了 所以對他們來講的 衣服時不時尚 也不是那麼地注重喔 反而是這個東西呢 能夠呢 很實穿 穿得很久 看一下他們最在意的標準 賴品是什麼 一萬 天下拉高一點 一萬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請 邏輯正確 恭喜一萬元 壓力好大 27秒有兩題喔 請出下一題 根據房仲集團的經理指出 萬華區老物更新的建築 低於中山區的主要原因 跟什麼有關 A 政府政策不住 B 地段房價高低 B 我的答案是 慢慢來 慢慢來 還有八秒 還有五秒 最後三秒 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B B 順利 它其實不難理解 對 但是我覺得想 我這邊低... 房價就不高 我這邊... 我翻新跟真的一樣 翻新以後 我也沒辦法用好的價錢賣 這麼簡單 對 但是 因為你們的題目都不是很簡單 所以我就再想一下 真的嗎 對 陷阱很多 這也不難想像 中山區的房價一直高 非常高 而且奇貨隔居的 沒錯 因為大家都想往那個環境 環境好嘛 對 所以居住的環境還是很重要 請揭曉 恭喜 很好 很好喔 好 我們剛剛有說 這個老屋整建 那這個都更的部分 可以看到 其實以建數來說 中山區是全台北最多的 但問題是 其實萬華四十年以上 屋齡的這些老屋 我明明就有很多 為什麼呢 反而他改進的不多 所有的原因也是 大家也會評估說 如果這裡的房價 總是沒有太大的一個起色 或者是 我去都更之後 他可能並不會有太大的漲幅 那大家可能就會覺得先緩緩 反而是中山區 其貨可居 而且呢 也已經完成了這個 整個生活機能 都非常的便利 所以大家也會 比較傾向你 先從這裡開始讀個 品羽姐 第二回合最後的一案 也是最後的一句提示 一萬在 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在哪裡接少 就在哪裡正確 剛剛這裡是一百 先把三組獎金報告一下 第一組 賴江儀跟劉采薇 兩萬五千元 陳馨儀跟陳怨婷 還是帶摩名利 還是帶摩名利 林亮君跟賴皮 四萬兩千一百元 恭喜 這樣子領先 領先不到三萬 就不要領先了 第三回合沒有敵視了 你們要自求多福了 打了一拳 還在你們身上 對吧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一個 兩個意志題目 和胖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